2018赛季中超联赛15轮战霸,大林一方在宝级关键战中,以0-3输给长春亚太,在搬成宝级的重要场次中输球,导致宝级形势进一步恶化。 半轮联赛身后的贵州横峰,以4比3战胜重庆思维全取3分,这样一来目前大林一方击10分位列击分榜倒数第二,贵州横峰击8分已经缩小了与大林一方的差距,大林一方身前的重庆思维基14分已经领先4分,两场比赛的差距让宝级形势更加严峻。 那么我们要说,联赛已经迎来了3连百,罪魁祸首到底是谁呢?小编认为应该说他逃脱不了责任。 卡拉斯科,本场比赛中,长春亚太顶住了巨大的压力,在之前的6场比赛中,球队只拿到了一场比赛的胜利。 这一场在主场大胜大林一方,可以说是减了球队的燃眉之急,值得一提的是球队前锋和队长依哈洛,帮助球队攻入两个点球,帮助球队取得一场大胜。 同时依哈洛在世界杯结束后立刻回到中国参加中超连赛。 半轮比赛已经是依哈洛参加的第4场中超的比赛了,在4场比赛中打电4球,无论从球技还是敬业精神,都是万元中看模和榜样。 而卡拉斯科呢?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只出场一次,如果说之前世界杯小组赛,让卡拉斯科耗费了体能。 但是在淘汰赛阶段,卡拉斯科出场时间不多,对体能耗费不多,所以理应在世界杯结束后立刻返回球队帮助球队保级。 而卡拉斯科没有,有,拿着高薪在欧洲度假,同比北京国安大尔古斯托,广州恒大的保利尼奥,卡拉斯科不仅仅是名气上赶不上前两位,在敬业精神上也相差甚软。 正是因为大连一方在最近四场比赛中进攻法力,缺少组织导致在四场比赛中一平三负,只拿到了一个积分。 在本场比赛前几天,卡拉斯科还与女友参加音乐节,将大连球迷们非常的寒心。 就在比赛开始前两天,卡拉斯科归队,在球队内部,德国人孰斯特尔自然对他的表现非常的不满意, 因此在本场比赛中,卡拉斯科没有进入大名单,因为他根本达不到出场的体能要求。 对于大连一方来说,不需要锦上鲜花的球员,而需要学中送炭的球员,能够帮助球队实实在在度过难关的球员。 可惜的是卡拉斯科,并不是这样的运动员。 对于卡拉斯科来说,本次世界杯之旅很可能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, 因为其经济水平和职业精神都打不到世界级的标准,甚至是中超的出四万元都打不到。 如果大连一方本赛季能够顺利保级,那么第一个要更化的就是卡拉斯科。 祝福大连一方